市场化 包括从机制 治理 人才 各方面都在市场化 那我自己的军医生涯 也参与了很多大型国企的 重组 改制 上市 包括中国银行 刘恒长的 那我觉得就是到现在呢 就是这个改革基本上就停止了 我国业企业有很多优秀领导的干部 有一大批非常德裁兼备的 军医的优秀的人物 但是呢 由于政府 政企部分 还有党企部分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那我觉得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不可能去捐据其他的效率 和价值最大化 而且把大量的时间经历 都去应付一些 一些外部的这些干扰 就是一种冲突吧 明明有些文件或者指令 是跟这个市场化跟商业化 格格不遇的 它也很难去拒绝 因为这种被控制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形式 导致国企普遍的低效率 所以我觉得国企的 这点我跟我很多经济学的同仁不一样 觉得好像国企就没有好的领导 好的人才 其实国企里面是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 关键是他们也被五花大绑 被各种管制 没有充分地去发挥他们的作用 所以国企从整体的 整体不是像我们在做的 东方资产管理工和中国银行 总体的国企肯定是效率 远远低于这个民营部门 所以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担忧 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 面临的一个阴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